桃園地景艺术节活动去年因为疫情延期 终于在3月11号开幕了 而这一次主要展区选在南侃西畔 以都会绿洲为主题 作品《守护之眼》 点出对大自然的敬仰和守护 而活动标榜无为强美术馆的展览方式 也要让民众与艺术更加贴近 2021PLUS桃園地景艺术节活动 3月11号起到3月27号 在南侃西畔 桃林铁路 虎头山公园和虎头山创新园区等地举行 今年的主题是都会绿洲 展区主要沿着南侃西畔 南侃西路线长达2.5公里 许多民众骑着单车抢先看展 其实就骑脚踏车也蛮方便的 而且又可以看风景 因为平常也不太常会来这边 所以刚好这次台湾地景艺术节 就可以这样子绕一绕 看一看走一走 我是骑脚踏车的 蛮舒服 很休闲 由于南侃西本来就有许多民众运动 很多人是一边运动 一边看地景艺术节的作品 南侃西畔展区的守护之眼作品 用编织曼陀罗般的瞳孔 展现了社会大众和政府部门协力 守护南侃西自然生态的决心 南侃西是守护桃源的母亲之和 这次特别邀请杨海谦艺术家 为我们做一个守护之眼 象征南侃西守护着 我们桃源这块土地 那守护之眼呢 也是利用这个桥的一个垢面 变成像一个眼珠的形状 来守护这块土地上的民众 桃源地景艺术节活动 沿着南侃西畔布置作品 白天和晚上呈现了 不同的视觉效果 南侃西畔展区 开放时间从上午10点到晚间8点 建议民众搭乘免费接驳车 或者是骑U-bike抵达会场 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 中文字幕提供